中央社记者邱博胜台北五日电台湾与南韩市贸易竞争对手 财政部分析,近年南韩出口转向多元并进,台湾仍集中IS产业 此外,台湾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较缓,参与国际区域经济整合较低,与南韩差距正日益扩大 财政部统计处针对台湾与南韩出口情势进行分析 提及台湾与南韩2007年至2017年的平均出口增幅分别为4%、6% 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,台湾出口时至年成长率为4.7% 虽高于全球平均贸易量增幅的3.4%,但不及南韩的7.3% 尤其,自2011年以来,台湾平均时至出口年增率仅3.4% 甚至略低于全球的3.5%,相较之下 南韩平均出口年增率仍维持5.1%的高水准 领先全球,凸显台湾与南韩在全球贸易版图的消涨 统计处分析指出,台湾与南韩天然资源缺乏 且高度相欠于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 出口货品极为相似,出口货品结构也呈现高度集中 然而,近十年来,台湾出口货品集中度持续提高 2017年更达39% PERCENT的新高,南韩则是降多升少 显见南韩出口正转向多元并进 统计处官员指出,台湾出口持续集中在机体电路产品 南韩除了机体电路外,船舶,石油炼制品,小客车,机动 车辆零附件,手机驿站一席之地,且美容化妆用品一均凸起 出口货品结构弹性与张力,较台湾更胜一筹 此外,台湾受产业外移效应影响,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较缓 且参与国际区域,经济整合程度也不及南韩 因此明目出口规模与南韩的差距逐渐拉大 2007年,南韩出口为台湾的1.49倍 2015年一度达1.85倍,2017年为1.81倍 统计处官员表示,分析台湾与南韩的出口情势 主要是揭露目前台湾的出口情况,其能从中发现问题,进而改善,非以超越南韩为目标 官员指出,尤其位居台,韩最大出口国的中国大陆 近年积极强化制造业升级,加速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供应链在地化,成 为强劲的贸易竞争对手,是台,韩外貌上皆难以,必得重要变数 因此当前首要之务,仍是想办法加强台湾贸易竞争力 编辑,徐雅靖10700505